不管天气多么炎热,人们对于金钱追求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,因此,在这个炎热的七月里,相信大家依旧还是在为了赚钱而不断努力。 但是否能够赚到钱,并不是看自己努力了多少,付出了多少,而是要看自己的财运如何,有了财运才能裁员广进,没有财运不管付出多少可能都只是徒劳而已。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在7月1日开始哪些生肖的财运会比较好吧,生肖鸡,鼠鸡的人从7月1日开始,迎来了发财的好运气,他们赚钱的机会很多,一直在赚钱,好运多多,万事如意,发财运势根本停不下来,心心向荣,各种事情都朝著良好的方面发展, 他们工作顺心如意,轻轻松松赚大钱,迎来了很好的机会,而且因为十分顺利,生肖鸡的日子也越过越好,越来越轻松自然,越活越年轻,过得顺心如意。 生肖牛,生肖牛的人,7月1日开始,运势一飞冲天,横财发正财望,大富大贵,若能真的抓住此番时机,财富源源不断,小日子洋洋得意。 一扫早两个月财运非常差,疲于奔命的境况,此外生肖牛之人,也许是急运连动桃花,有些朋友桃花多多,对单身久了的朋友而言,倘若想获得真爱,应当将自己的一片真心合理地表达出来。 生肖猴,属猴的人,未来三天顺风顺水,喜从天降,收入天天涨,2022年轻松当富豪。 属猴的朋友,之前极恶公有煞星做饭,因此较多人不顺心事较多,赚钱受阻。 7月1号开始,出门遇财神,发横财中大将,财运如红,万事都会随心顺意,存款暴增,走上人生巅峰。 生肖羊,属羊的人到了7月,运势上家,有望一改上个月常常被烦恼伤神,心想难成,财运一般的现状,届时财源堆满屋,大发羊财。 同时对于一部分生肖羊之人来说,虽然目前工作遇到瓶颈,但是只要坚持且不断提升能力,随助时至运来,不久的将来事业会如日中天长胜不衰。 在新的一年里,有红韵当头,急兴入命,日子有钱不难,事业蒸蒸日上,有望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,带领一家人过上富贵的生活。 生肖兔 生肖兔的人在今年运气也是不错的,虽然上半年的时候是出现了一点意外,从7月1日开始横财滚滚,存款涨不停,富贵不愁。 生肖兔的人在工作上会有比较大的调动,这个是升职或者是公司重用的调动,需要好好把握机会。 年底之前还有望发一笔大财,跟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合作,效果很不错。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赚大钱,或者过上比较富贵有钱的日子,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可不是随随便便就会降临在某个人头上的,不仅要有一定的能力,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运气才行,有的人能够把握住自己身边的好运,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成为了富人,富人的日子会越过越好。 生肖子属,最典型的一生财运望最好的属相。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属属的人性格,对于财富本身就有助一种著迷的特性,而且极为善于积累财富,所以说正财偏财运势都很不错。 对于财富的获取属属人也有助一套属于自己的方式。 他们善于从细节做起,慢慢积累击杀成塔,最终确保自己的一生都不会有缺钱的情况。 不过虽然属属的人财运比较好,但他们性格中存在有目光短浅的一面,简单来说就是不善于拼搏,遇到一些可能出现的危险就会选择退缩,所以很难发大财。 航大运 生肖成龙 作为十二生肖中唯一一个虚构的神话动物,属龙的人自身的正财偏财运非常好,甚至说坐在家中都能够获得财富。 其次就是陈龙的贵人运也非常好,因为属龙的人天生豁达而且善于交际,豪爽的性格很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,故而可以说是四海之内皆兄弟,朋友便天下。 这种人际关系自然能够为生肖属龙的人带来不错的财运,只要他们愿意财富可以说是唾手可得。 但问题就在于属龙的人对于财富并没有太多的追求,简单来说就是钱不用多够用就行,所以即便是财运好但也不是一生富贵的命。 生肖四蛇,正好是介于子属与陈龙之间。 属蛇的人善于算计,有助很聪明的头脑并且在人际关系上也有助不错的处理方式。 所以一旦能够建立起好的人际关系网,那么四蛇身上的精明刻点便能够完全展现出来,从而不断聚集财富,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有钱人。 这也使得四蛇虽然不是一生财运旺最好的属相中最好的那一个,但是绝对是最善于赚钱的生肖。 唯一的问题就是属蛇的人没有太好的贵人运,因为他们对待周围的人总是会留有一手。 生肖银虎 生肖银虎由于内心很刚强,不大喜欢跟别人合作来做事情,所以他通常一般是在中年之后会有很好的一个机会。 通常是在三十岁之后,他的大运才能起来,前面的二十几岁,假如说有很大的成绩,注意,你还有很高的高峰要走。 十二生肖 好女生排行榜 生活中总有一些属相女生,虽然没有天使脸蛋,魔鬼身材,但却拥有著无敌的挑花运,总有男人被迷得连性啥都不知道了,这主要就是由于属相给他们带来了天生的好性格。 那么十二生肖好女生排行榜,你排名第几? 和小编一起看看吧。 以第十二名,属狗女孩,积极乐观,坚强,小鸟依人,楚楚可怜等等,你以为是这一类词语是形容属狗的女生的? 那你肯定是想多了,这些词语和属狗女生扒杆子打不到不起。 他们会倾心于一个令他蛰伏的男人。 他们的内心是正直,善良,而且脆弱的,其实只要你真心地关怀他,在他受委屈的时候,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,他们会成为你最忠实的人生伴侣。 不过属狗女孩性格比较冲动,做事不经大脑,经常惹是生非,总是需要你去给他们擦屁股。 2.第11名,属狗女孩,形容属狗的女孩是万花筒这一点不畏过,他们就像孙悟空会七十二遍,一会儿这样,一会儿那个样。 让你永远在猜猜猜,同时属狗女孩喜欢男生的没有统一的标准,主要因为他们多重的个性,他可能喜欢多种类型的男人。 3.第10名,属猪女孩,属猪女孩可以说是男人梦中情人的化身,他们的一颇一笑都充满了女人味,就像韩剧里的女主角。 他们会用温柔的眼睛看住你,认真的倾听你说话,不管是你在说在天马行空,他都不会泼你冷水。 他不会问你你家有几套房。 存款后面几个零。 这些现实的问题,他总是说些温柔浪漫的话,因为他的体贴,让男人充满了信心。 属猪女孩从来不会想嫁遇男人,他甘心躲在男人的怀里,尽情做个小女人。 4.第9名,属猪女孩。 对于属猪的女孩来说,一个男人是否拥有有才或者有权,那是男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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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